受肺炎疫情影响原本3月份要举办的世界社工日延到7月2号举行 今年扩大以园游会的方式来办理 除了宣扬原住民社工的服务精神 也感谢全体社工们长年来的辛苦和努力 深入原乡部落关怀族人 让原乡的弱势原住民家庭状况可以获得改善 原乡部落有许多需要被关怀的弱势原住民家庭和族人 受限于资讯取得不易以及资源分配较为不足 这些弱势的原乡家庭都是靠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们来关怀与照顾 为了感谢社工们的用心和努力 原住民主委员会特别举办了世界社工日的活动 宜兰花莲区则是委托由东华大学来办理 我们比较需要的是一些资源的结合这部分 我们部落族人有时候经济上是比较有一些困难的部分 那我们的这个原乡部落还是资源不够 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社会当中有更多的资源 来协助我们的部落的族人 比如说我们在部落里头如果有族人发生一些 生活上或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甚至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找我们社会工作者来服务 因为我们的原乡中心都有两到三个的社会工作人员 他们平常在部落里头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人员一定要具有原住民的身份 所以是部落的人服务部落的人 那他们非常了解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 那主要是肯定我们社会工作人员在社会当中的一些贡献 那我们原家中心有很多的社会工作人员 那他们在平常就服务我们部落的族人 对我们部落的族人有很多的贡献 那我们也藉由这个机会来肯定他们对我们这个部落族人的服务 也彰显我们社会工作者这一服务的价值 今年活动特别以原油会的方式扩大举办 除了邀请宜花区的社工们参加 还广邀部落族人来摆摊 贩卖原乡风味的餐点及美食 同时也有在地优质原住民团队现场歌舞表演 台上台下完全一片就像是一家人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世界社工日活动 让大家可以认识原民社工 支持原民社工 也一起来关怀原乡部落的弱势家庭和孩童 借理会 简安乡报道